多山基天使在自家主場迎戰紐約楊基 雙方上演了拳雷打煙火秀 總共轟出了58拳雷打 包含大谷祥平敲出的本季第29號拳雷打 而且呢是制勝的兩分炮 另外楊基的法官大人Aaron Judge 也扛出了他本季的第50轟 让两队的球迷看得好过瘾 天使和楊基系列战在洛城精彩开打 两队上演拳雷打煙火秀 前四局天使靠着Rangeetho跟Tord 各自一发洋春炮开张 然而接下来被洋基里守的两分炮一笔抹销 5G下半双方二比二平手的当下 光圈军团这个男人上场 给了球迷无限想象 大谷祥平把这个外脚只插球硬是勾回来 送上了右外野看台 一棒两分超前比数 回到了休息室除了戴上牛仔帽 今天还加了脱水的新招呢 Otani长可爱的表情 想必又蒙翻了一票粉丝 看着大谷开心的敲轰 对面的法官大人也决定要开轰神堂 调到红中的曲球被Judge轻松送出了中外野大墙 这是一发洋春炮 而天使人就以这一分领先到中场4比3险胜洋基 尽管只赢了一分 但是同场看到的大谷跟Judge连续开轰球迷们 直回票价 华时新闻杨智富黄柏林报导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